之前发布的荣耀200 Pro凭借着雅固人像模式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别具一格的手机人像拍摄体验 而这次随着荣耀Magic 7 Pro的发布 更强悍的旗舰影像配置搭配上全新升级的雅固人像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本次荣耀Magic 7配置着实很高 全系骁龙8至尊版 Magic 7 Pro影像更是搭载了大底的两亿像素前往长焦 让长焦抓拍拥有了更加富裕的硬件性能 内置5850毫安时带100瓦快充的超大电池 还能将机身厚度控制在8.8毫米左右 而重量也只有223克 它在长续航和握持手感之间算是做到了相当好的平衡 摄像头DECO的凸起也很克制 两亿像素前往长焦放入其中还能降低到这个厚度 结构上应该是下足了功夫 对我们来说最想要快速体验的当然还是手机的影像部分 拿到手机之后第一时间打开相机然后打开人像模式 全新升级的雅固人像到底能带来多少提升呢 直接看图雅固生动模式有着不错的色彩表现 优化了肤色等人像方面的拍摄要素 雅固质感模式能够突出人物细节立体感 适合有影鹏光斜射阳光的场景 雅固经典更忠于原调 在影调的过度变化中渲染出独特的氛围感 当然得益于更先进的骁龙8制作版平台 以及Magic 7 Pro更强大的影像硬件配置 整个画面的精度得到了全面提升 并且计算时间变得更短更快速 荣耀Magic 7 Pro还能单独开启一个AI超清人像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面部的五官细节 眼神光 睫毛等部位 锐度再一次得到提升 比较推荐户外或者是光线好的环境下使用 效果更加真实和自然 这次Magic 7的动态范围很优秀 在逆光等复杂光线场景下 也有着很丰富的人像细节 强大的镜内算法会自动平衡环境和人像的光比 尽可能多地呈现曝光正确的画面内容 手机拍摄演唱会需求旺盛 Magic 7 Pro自然也不会缺席 全新的舞台模式能够很好的平衡舞台复杂的灯光 给到主体一个尽可能正确的曝光和色彩还原 让舞台拍摄更加轻松 阴眼抓拍这个功能其实是从Magic 5开始的 那到现在的Magic 7它已经是第三代了 现在在抓拍模式下还能额外开启连拍模式 得益于这次性能更强的2亿前望长焦模组 10倍以内的变焦都可以进行10张每秒的高质量连拍 不仅画质相比之前有较大提升 而且拥有比普通连拍更快的启动速度 来看看我们拍的螺旋丸 我们发现正是拥有了骁龙8至尊版的强大算力 Magic 7 Pro把高像素模式抬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是它的高像素模式通过2亿像素长焦镜头拍摄的照片 不仅画质清晰细节丰富 关键是效果非常真实 极限放大也没有明显的计算痕迹和涂抹感 我们在这个模式下拍摄标板 清晰度直接爆表 当然我们也不是那种说什么手机吊打全画幅的无良媒体 并且如果是在暗光或者是无法识别计算的场景中 超清模式的表现能力也会有所下降 但是在大部分光线良好正常能识别的场景中 使用高像素模式拍摄并等待手机计算 就能得到这样的震撼效果 所以这大概就是骁龙8至尊版的高计算能力 以及两亿像素前往高清模组相结合的一个结果了 我们觉得相比于其他手机的高像素模式 它所拍摄出来的照片更接近于相机拍摄的质感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手机平台的性能持续高速发展的今天 手机摄像头如何利用好这些性能 帮助用户拍到需要的画面 这是厂商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荣耀Magic 7 Pro利用强大的算力 和大量训练优秀摄影作品的AI 无论是拍人像还是拍风景 都希望能够甩虐掉后期一键拍摄之后 就能拥有满意的成片结果 如此一来用户只需要按下快门就可以了 而荣耀Magic 7 Pro就需要考虑更多了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高性能的大杯表现 是否满意呢 对于这样全面拥抱AI的做法 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信息量超级丰富了 在频道一项狗 我们下期再见